如何求解 那我今天要教兩個方法 一個叫MCMC 一個叫T度下降法 那在最開始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到目前這節課為止 你應該學到什麼 就是你現在應該會知道說 如果現在想要做一個人工智慧 這個人工智慧的本質上 就是一個帶有參數 帶有參數的數學預測式 現性回歸 Y等於β0加β1X 如果在β0跟β1 是還不確定的數值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β0跟β1是多少的時候 這個東西 我們還不能夠稱為 狹義的人工智慧 那你如果帶上個數值 比如說 兒子的身高等於 110加上0.5乘上爸爸的身高 假設你得到這個參數之後 那這可以叫做一個人工智慧 當然他還是很簡單的樣子 我們之後課程會較複雜一點 那 所以你最開始的時候 你總是要決定一個方程式 對不對 一個預測的方程式 那我在第四課的時候 我有叫他function set 我不是很確定 所有人是不是都有記住這個東西 那你接著你要找一個 就是優化的標的 我上捷克的時候 這個優化的標的 我有特別強調說 我建議你們 以這個最大概是估計法的邏輯 來做為這個 就是優化的這個 這個寫那個損失函數的依據 那但是 並不一定要完全參照 那比較建議 好 那我們 這兩節課 我一直忽略一件事情 就是 那你這兩個決定了之後 你要求解 那求解這件事情 就是最難的一件事 我們在上上節課 是直接用偏為分 然後做連禮方程 然後去求解 那我今天要教你們這兩個方法 是兩個可以求近視解的方法 這個我已經前面兩堂課 都一直不斷強調了 好上節課 我們用到函數MLE 這個MLE非常的神奇 就是 你把 你把預測試給他 你把預測試寫成程式 他就自然而然把他求出來了 欸 你又覺得很奇怪 難道他是在自動幫我解為分嗎 絕對不可能 我跟阿講絕對不可能 好不好 所以說實際上他是怎麼解的呢 來我來跟你講 我現在就要介紹MCMC MCMC的全名是 馬可夫練蒙特卡羅法 這個 馬可夫練你們有聽過嗎 一定也是沒有 蒙特法羅法有聽過嗎 一定也是沒有 所以阿這個 實際上這個 就是 欸這個 MCMC這四個字 就是 馬可夫勸 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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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名字 就是某一個 發明他的這樣子 那 練就是 那 蒙特卡羅法呢 蒙特卡羅就是那個 蒙特卡羅 那這兩個字 又是名字 所以說阿 這些字齁 你不用特別去記住 他沒有關係 這樣可以了解齁 那 這個方法 我們來先講一下 就是這個方法 他的邏輯是什麼 他的概念是 如果今天你有一個函數要 找到他的 極值 就是你想要找到他的極值 那 你可以隨機的 在 函數空間內 隨機給一個起始點 然後接著 我先把它念完好不好 然後我再跟你們解釋 你們先體會一下 然後 你請 你寫一個程式 命令他 隨機的移動 然後如果 因為你有預測式 就是你預測式 是已知的 所以說 如果你 你到了一個新的點 你一定可以去計算 那我現在的 Value 跟 上一步的Value 誰比較高 誰的數字比較大 或是誰的數字比較小 那我就 如果發現 我走一步 我發現我 數字變大了 那我就往前走 那如果我數字變小了 我就往後走 我就不要不要走那步 好那 最後我理論上 我就可以找到機子 這個過程啊 我覺得我這樣講 非常的抽象 我現在要一個比喻 假設你現在 想要找到 全台灣 地形最高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知道在玉山對不對 玉山山頂最高 可是你要怎麼找 你不好找對不對 你如果開了天眼 你用衛星照 照下來 你當然知道玉山最高對不對 那假設 你沒有辦法開天眼 那這個時候你怎麼辦 他的邏輯就是 我先 隨機的把你丟到 全台灣的某一個點 丟下去 注意喔 你眼睛要閉起來喔 你不能觀察周圍喔 你眼睛要閉起來 那這個時候 周圍360度 你可以隨機的 往任何一個方向走一步 那如果你走了那一步之後 你發現 你新的位置 比舊的位置高 那你就留在新的位置 如果你發現 你的位置 你的高度比 舊的位置來的低 你就退回到舊的位置上去 也就是說你類似你 360度在找的時候 你找錯路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 這樣子的話會有什麼好處 久而久之 就是因為你 永遠只會往高處走嘛 對不對 你是不是就有機會 找到那個最高的地方 聽得懂我意思吧 這個邏輯聽得懂吧 好那我來問一下 這個邏輯就是MCMC 那 MCMC 他完全隨機的移動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用電腦模擬 360度可以隨機轉一個地方 沒有人規定一定要怎麼走 就是完全隨機的探索 好我現在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會加分的 來 你們覺得這樣找 真的能夠找到玉山在哪裡嗎 那如果不能的話 顯然這樣問就是不能嘛 對不對 那這樣的一個方法有什麼問題 來我們要回答的 誒是有人聽得懂 誒來來來來請講 如果是用那個小 來賓最高 看能找到那個 G的最高 地方嘛 好不好 誒他意思是說 今天如果我把你丟在台北市 那你爬到七星山山頂之後 你就發現 你周圍沒有 你沒有任何就是沒有任何比你高的地方 對不對 你 你永遠都找不到玉山 你就以為這個七星山是 最高的地方 對不對 我講法沒有錯 對不對 非常好這個方法就有這個缺點 也就是說 其實我找到的極值 不見得是全局極值 我現在給大家兩個turn 一個叫全局極值 一個叫局部極值 我的確是可以找到局部極值 那我不見得找到全局極值 這是他的缺點 好可是啊 可是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說你今天找的是一個 二次方程式的極值 二次式的極值 這個缺點是不是就不存在 二次式只有一個極值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如果你今天找的是一個 四次式的極值 他就有兩個極值 他就有兩個最大值 可能有兩個最大值一個最小值 或是反過來對吧 那 這個時候你就不是很確定 主要說你在兩個最大值裡面 你找到的是 比較小的那個 還是比較大那個 所以函數圖形在 比較簡單的時候 這個方法 局部極值就等於全局極值 可是如果函數圖形過於複雜 他很有可能只能找到局部極值 好這是這個方法的缺點 這樣可以齁 好記住這個缺點喔 這個缺點很重要喔 我們在 大概第10課開始 會教到一些比較複雜的函數 那些比較複雜的函數 這個解法都會被局部極值的問題困住喔 這樣可以了解齁 好 那我現在要教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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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邏輯是一致的 就是這些方法 但是其中有一個經典算法 叫這個 Metropolis Hestine Agonism 這個你一看齁 你就不用想記他的意思了 那就是兩個發明他的人 好不好 那這個 這兩個方法 這個 你這邊太多人民了 我個人覺得是不需要特別去記他 雖然他們都很偉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兩個人他到底發明的方法是怎麼做的 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思考一件事情喔 我們現在要用 就是 我現在用比較簡單的 式子來教大家這件事情 就是 假設你有個方程式 Y等X平方 好 這個方程式 他只有一個極值 他沒有局部極值喔 他只有一個極值 所以就是全局極值 所以他不會被這個方法的 就是 Limitation給限制到 這樣可以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要怎麼做喔 來 大家也許 不會寫這個程式 但是我跟大家講這一行是什麼意思 這一行是說 這個Original Function 就是 我剛 我現在輸入 X 那他就給我X平方 等到5 他就輸入25 20 他就給我400 所以 這個方程式 是不是就類似 我現在要找他的極值 我們上一節課 丟到MLE那個函數的 那個MLE那個函數裡面的東西 是不是就是一個 丟某些參數 他就可以預測一個數字出來 然後我要找他的最大值 或最小對不對 可以理解吧 所以這個函數 就是我們之前的那個Predition Function 跟Loss Function的結合喔 大家先想一下 就是這個樣子 好 接著有一個函數 叫Random Walk 這個Random Walk 大概 隨機行走 大家可以想像 就是 我現在輸入1 他就會給我1.01到0.9的數字 5 他就是會 每一次我輸入同樣的數字 他都會給我一個隨機 你要隨機的下一個點在哪裡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在這裡設定的步伐大小 就是 正負0.1 我輸入了數值 正負0.1之間 給我隨機抽一個數 這就是我下一步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有沒有 這個 可以理解 跟我剛剛講的是一樣的喔 就是 你隨機的走一步 走一步 只是說 現在我的X 因為我只有在一圍上面移動 所以說 他沒有360度 他只有前跟後 這樣可以 後就是負數 前就是這個 好 接著 我隨機的 我隨機的 star value 是5 我star value 是5 然後我隨機 做1000代 我們來看一下 i等於1的時候 好 我這邊 先兩代就好了 i等於1的時候 我的X是不是5 那i等於2的時候 因為我的 我現在的NewX是5.07 那我RandomWalk 我算了以後 發現 新的數值 比舊的數值 來的 高 所以我就要回頭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把它做 100代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X 5 為什麼下一代還是5 因為他已經抽到5點多 對不對 所以他就回頭 那他抽到4.95 那當然就會往下 那他再往下一直走 你看到他停下來 就代表 他可能抽到了往上走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他是不是就一路往下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只要代數夠多的話 他絕對可以得到 我們最後想要那個答案 來你看 他走到這裡之後 他就動不太了 為什麼他動不太了 因為我 我下一次每抽一部是正負0.1 對不對 你看他現在 他現在已經 0.0001了 那你 正負0.1裡面你要抽到 再比這個數字更小的數字 他才會再移動 所以他就再也不會動了 這樣可以接受我的意思吧 那這個數字 是不是這個函數的極值 是 很接近嘛 這個函數的極值是0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很接近對吧 好我現在這整套流程 我完全不改喔 我現在把x平方 現在改成2乘以x 加3 乘以x 再加3 好我們來看看他的極值會出現在哪裡 這個 2的2的x平方 加上3x加3 他的極值應該出現在哪裡 有沒有人現在要講的 好你們可以稍微算一下 可以稍微算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要 run答案喔 欸 負0.75 是嗎 是不是負0.75 你們可以驗算一下 然後你們可以隨便的在這裡 輸入一個方程式 他都找到極值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所以這個方法 有理解他的邏輯吧 這是你們可能人生中接觸到第一個 求近視解的方法 好那我就不解剛剛那個方程式啦 因為我是因為基本上 基本上你這邊輸入任一個方程式 你都可以求到他的極值 只要他是一個 就是2函數 2函數就是 2次4就是一個2函數 2函數 跟2函數相對應的特點叫凹凸函數 凹凸函數就是凹凸凸的 這樣懂我意思 2函數就是只有一個極值的函數 只要他是一個凸函數 這個方法一定可以 近視逼近到他的極值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現在我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在我們做這個之前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樣你們知道為什麼 我這堂課明明是一個數學課 我要教大家 寫一點點程式了 因為這樣的一個求近視解的方法 你不寫程式你是 你是很難去實現他的 難道你要一直算嗎 是不是很困難 這樣可以通過的意思吧 好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 呃就是 就是除非你 找一顆骰子 然後一直丟一直丟一直丟 然後一直去做那個實驗的過程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 那我現在要跟你們示範什麼東西勒 那我現在要跟你們示範說 我上個禮拜 是不是把我的 利用最大蓋絲估計法 你看我把 我現在不確定 我的Beta0跟Beta1是多少 我不確定喔 但是 我現在想要先產生一個White Heart White Heart產生Residual Residual 我要有一個Standard deviation Residual的Standard deviation 然後我要丟進這個常態分布裡面之後 取完LOG之後 累加起來 我希望他最大化 這個是不是跟我上一節課的 那個就是 最大蓋絲估計法的邏輯原理是一致的 可以接受齁 好 那既然邏輯原理是一致的 那我就要來做個實驗啊 我要看看 我要看看我現在用我這一套 MCMC的方法 是不是真的可以求出這個極值 大家看一下 不要害怕層次 起始值0 Beta0的起始值是0 Beta1的起始值也是0 我要重複過程一萬次 然後呢 我們每一代的結果都把它存下來 在第一代的時候 Beta0就等於Start B0 Beta1也等於Stop B1 然後之後我都Random Walk 隨機行走 隨機行走 隨機行走以後 把旧的 機率累加跟新的機率累加把它 各自算出來 算完了以後 我把新的機率 減掉舊的機率 再Exponential 然後產生一個Difference P 好我現在思考一件事情 大家還記得這個方程式 裡面是有先取Log的 這是機率取完Log之後 累加 相當於 原來累成之後取Log 這樣可以接受 這個上節課 我已經強調過 為什麼要取Log 好 那 你現在 把這個東西 這是LogP 這兩個是LogP 所以他們兩個相減 在Exponential 是不是相當於本來兩個機率相處 可以接受吧 沒有任何人回應我 假設你們接受好不好 不接受拜託你們講一下話 好我現在思考一件事情 這個 新的LogP 假設比 舊的LogP 來得小 假設數字來得小 這是我要的嗎 這不是我要的對不對 對不對 這不是我要的 所以說 他這樣子 這兩個減下來 是不是一個負數 負數取 Exponential 負數取 Exponential 是不是 介於0到1之間 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新的LogP 比舊的LogP 來得大 這是不是一個正數 正數取 Exponential 是不是 必然大於1 1到無限大之間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 這個DifP 他如果小於1 他最小就是0 他小於1 就代表 我新抽出來的那一部 比舊的那一部 機率來得低 這樣可以喔 那反之 接著 這個DifP 他如果 我隨機在0到1之間 抽一個數字 如果這個數字 比他來得小 比他來得小 我就回頭 這就是回頭的意思 新的一部等於上一部 新的一部等於上一部 我本來已經RandomWalk了喔 如果這個數字 比他來得更小 我就回頭 我們來思考一下我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這個數字如果大於1 就代表新的機率比舊的機率來得大 那我就必然不可能滿足這個條件 因為這是一個0到1之間的隨機數 新的機率比舊的機率來得大 這個數字鐵定大於1 你不管抽哪一個數字 都不可能滿足這個 這個 關鍵性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如果這個數字 新的機率比舊的機率來得小 為什麼 為什麼我還要隨機從0到1之間抽一個數字呢 因為我希望 即使我往下走 即使我往下走 就是我的下一部比新的這一部來得 第四更低 我也希望他有一定的機率 去嘗試一下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你今天到了七星山山頂 如果我們把規則寫死了 往下走我一律不允許 只准我往上 那我是不是就被困在局部集值了 但是假設 我們的規則改成往上走 那就一定走 只要是往上走就一定走 但是如果我往下走的話 那我就抽獎 如果抽到 抽獎抽到還是移動 那我就繼續移動 這樣我是不是比較不容易被困在局部集值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保留了往下走的機會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往下走了之後 之後 比如說我從七星山往下走一步 那 之後我如果抽到往三頂的那個方向 他還是百分之百機率會回去 但是 如果也許我就有機率往另外一個方向走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可以聽得懂我的意思 但是這個機率 為什麼要在0到1之間抽呢 因為這兩個數字 如果 離得越遠 就是新的機率 比舊的機率來得更小的話 那他是不是更接近0 更接近0 我要在0到1之間抽到一個數字 比他來得大 就更難 就更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今天 如果這兩個數字差別很小 那他就很接近1 因為他們兩個數字就很接近0 exponential完就很接近1 那我是不是0到1之間隨機抽一個數字 就很容易 比他來得 就很容易比他來得 就是來得小 比他來得小的話我就不用回頭 因為比他大我才要回頭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換個講法好了 就是如果今天你在七星山山頂 然後假設他是一個平坦 假設他是平坦的 平坦的話 平坦的話就是兩個的高度是一樣的 兩個的高度一樣相減就是0 相減就是0 取exponential之後就是1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取exponential就是1 那我就是可以允許我移動 因為我不可能抽到一個0到1之間的數字來比 1來得大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平坦的狀況下我允許他隨便移動 反正他都一樣高嘛對不對 那往下一點點 也有很高的機率他可以走 可是如果往下很多 那我就要盡可能讓他回頭 但是也不能百分之百讓他回頭 不然我就會容易困在局部機制 好 這整套邏輯就是我們講的 請講 你說模擬的什麼 模擬的什麼 模擬退火演算法嗎 這個方法是MCMC 但是模擬退火 應該說這一大坨 這一大坨方法裡面 都是模擬退火包在這一大坨裡面 你講的模擬退火演算法 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可能只有他聽得懂 但是我在回答他的問題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看 步伏是固定的 模擬退火演算法 他隨著代數越來越大 他的步伏可以去修改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你是什麼背景的 為什麼你會知道模擬退火演算法 你剛好看到 你剛好看到 我現在是很 就是我現在是一個 非常廣泛在跟你們介紹這個概念 這裡面有非常多參數可以修掉 包括 如何決定你到底要不要前進 包括你的步伏要不要隨時間修正 這邊有很多地方可以改 但是無論如何 這是一套 去囚禁四解過程的一整套方法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方法 是不是真的能夠找到 我們的極值好不好 來我們來試試看 好他要跑很久 因為他要走一萬代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最後 你有沒有發現他的數字 你看他的數字不太動 一萬代還不夠 為什麼一萬代會不夠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應該應該是夠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移動軌跡 這個是Beta0的移動軌跡 他一開始是0 對不對 然後他慢慢的往4去走 然後他之後到這裡就有點比較固定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這是Beta1的移動軌跡 他一開始是0 然後他經過一系列上下震動之後 最後停在這裡 然後他經過一系列上下震動之後 大概Beta1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是0.0014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來跟這個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就是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好數字應該是非常接近的 這樣可以吧 你看他最後是不是3.5 3.5 然後0.001 對不對 差不多 數字差不多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你看到這個軌跡 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其實他的前面幾步 他是真的很認真的在找 最後就會收斂到一個比較穩定的數字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正常的喔 因為最開始的時候是隨機點啊 所以他還是很努力的亂找 對不對 然後等到他到七星山山頂 或者是他到玉山山頂的時候 他就會停止搜尋了 或者說他就會在那附近 無意的亂動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所以我們要設一個叫Burn in Time 就是 前五千步我不要管他了 我現在從五千零一步到 一萬步我再來看看他的這個狀態 我們來把圖把畫出來 畫完之後你應該看到這樣子 Burn in Time 跟Burn in Time Burn in Time 他們 他大致上他的後面五千步都介於 3.5到3.75之間 那Burn in Time 那Burn in Time 他是0到0.0015之間 那他的平均值就是這條藍色的線 那我就會認為說 那他的數值應該就是這個數值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我想 我今天 跟你們介紹這個方法 我的重點 是在跟你們去介紹這一整串 就是MCMC的這個方法的邏輯 那他 這個 應該 你們有聽懂 有沒有人聽不懂的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人要提出問題 好 那我要再跟大家講一個更懸的事情 就是 這邊 既然 這些數值 有一個平均數 他是不是有標準差 這邊有五千個點 所以有平均數一定有標準差 對吧 所以Beta0有一個標準差 Beta1有一個標準差 來 這個數字是什麼 線性回歸統計 統計 統計運算的時候 他給我的 他的標準差 對不對 這個東西我們通常叫標準物 你看喔 我如果給他求Standard deviation 你會發現這兩個數值 他不只是 平均數很接近 他連標準差都很接近 你看一下這也是SD 他連標準差都很接近 我要告訴你們是 他為什麼會連標準差都很接近 關鍵在他設計的這裡 就是 就是 我怎麼去決定 他要回頭跟前進的方法 這一整套方法 就是這兩個人發明的 Metropolis Hesting Agrism 如果你把那個東西去掉 那就不是Metropolis Hesting Agrism 他們兩個就是在這個地方 做了一個很好的改進 所以說 他們發現連這裡都會很接近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我現在 想要給大家了解的是 你如果說你可以從頭貼到尾 你會發現 你看 剛剛同學問我 模擬退活法 對吧 我這邊就要講了 你會發現Random Walk裡面的Value 是一個關鍵的參數 所以你可以試著去改改他 去試著去感受一下 步伐大跟步伐小的差別 好我先在這裡我先停止一下 然後我等一下 給大家10分鐘消化一下 大家可以用程式操作一下 我在等一下練習題的時候 我會給大家兩個問題 就是那兩個問題顯然也是會有加分的問題 好不好 但是我不會透漏這兩個問題是什麼 好那我現在給大家 就是給大家先練習一下好不好 好我在 就是在我問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可以優化我們的方法 天馬行空都可以喔 那 在這之前我們先看一下 實際上我們要怎麼樣去 把這個步伐一步一步再變小 就實際上你可以看到這樣子 本來我們的步伐是固定的對不對 本來我們的步伐是固定的 現在我們的步伐變成 10除以DECAY COEFFICIENT 這個DECAY COEFFICIENT 在I等於1的時候是多少呢 是十分之一加1 在開根號 所以大概就是1上下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I等於1萬的時候呢 或者I等於1千的時候呢 那是不是1千除以10 1千除以10是多少 100 100加1 101 開根號 這樣是不是差不多是10左右 所以在第一千代的時候 它的Random 就是它的隨機的步伐的大小 是不是就小了 只剩下十分之一 依此類推下去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我用一個函數 我這個當然是我自己隨便定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用一個函數去決定 我的 步伐大小隨著時間越來越小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其實就是 這其實就是 模擬退火法的邏輯 但實際上 還有很多變形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其實我為什麼會 其實我知道就是剛好 就是我們的同學 有這個就是 有剛剛有提到模擬退火法 我要給大家看一個很驚訝的事情 就是MLE函數是我上個禮拜教的函數 對不對 問號點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 這裡其實是可以去指定METHOD的 當然METHOD Default是BFGS 這不知道是什麼方法 但點進METHOD裡面之後 你會發現 這裡面有好幾個方法 其中有一個SANN 來看著 在這裡 在這裡 這是你講的東西嗎 對不對 好 但是就是他這裡 就是你會發現 就是他去決定 步伐大小那個函數 可能 有一些複雜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 這個這種這種東西 他就是邏輯 只要是通的 就是 就是你 你有一個方程式就好了 那至於怎麼樣比較有效率 之後會有很多人去研究說 怎麼樣比較有效率 就是也許 也許這個 柿子設計成怎麼樣子 這個優化效果會更好 那我現在想要問大家這件事情 除了調整步伐大小的外 你們還有沒有人要舉手發表一下 這一整套方法 有沒有什麼改善的方向 來 請講 一開始多一點起始點 然後讓他 就是 你等於說你開了分身 然後就讓他這樣走 那有些人就 有些人就投胎在南投 有些人就投胎在台北 投胎在南投那個人可能就比較好 這樣是不是 是嗎 欸不錯啊 我覺得這方法不錯 因為你起始點一開始 就是你一開始的起始 你一開始投胎的地方 就決定你這個 就決定你的一生啊 對不對 所以多投胎幾次總是對的嘛 對不對 先多投胎幾次 然後先 各走個一百步 然後 先決定 先確定一下自己的出身如何 再決定要用哪個帳號繼續玩 對不對 欸 這方法好啊 對不對 來來來 那個誰啊 那個均衡幫他記一下 好不好 他有沒有人要提供新的方法 咧 有沒有人要舉手的啊 好沒有 其實 我覺得投胎那個方法很棒啊 不過就是 也沒有不過啦 就是很棒 好不好 但是我可以再跟大家講幾個 隨便 隨便舉個例子 覺得說 你現在明明就知道說 這個 欸就是 呃就是 我們的問題是會被困在局部幾值 對不對 那 你知不知道你到局部幾值啊 其實你很容易就知道你在局部幾值啊 你就發現最近一千步 他可能幾乎不會動 就是 他一直以來都 就是每一個數值都在那個附近這樣 你可以 到達局部 你可以到達那邊之後 你就停止開 停止優化啊 你就不要再動了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為什麼一定要把一萬步跑完呢 我可以到那邊就不要動了嘛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速度會快很多 還有很多改進的方向 舉例來說 這個你到了那裡之後 你就發現 那你的就是 你把它想成就是 呃就是 我 隨機 就是 投胎到一個地方 那我長到30歲之後 我發現 我 其實這輩子都這樣了 好等一下我要把這個帳號砍掉了 我 或者先存檔 我先到其他地方投胎看看 對不對 那我再做一下 欸發現 這個 那我到30歲 那我再停一下 那 依此類推 那我可以再找一個最好的嗎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甚至你還可以去思考說 那我第一個 隨機其實點到我的集值的 在 這一個範圍 某一個範圍 我是不是其實已經探索過了 這個範圍我隨機 其實值 就不要在這個範圍內抽了 因為這條路我已經走過了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所以你們有發現 我剛給你們這些創意 包括 剛剛我很高興同學有提出自己的想法了 好不好 你們可以發現這一套系統 他其實 有很多改進的空間 對不對 他邏輯是一樣的 但方法 具體的操作細節 可以有非常多 創意去改變 所以說啊 演算法 為什麼 資工系的人啊 上課要上這麼多課 其實就是 其實他們可以去提供任何創意去優化 你們有沒有發現 求近視解的方法 跟求解析解 就是你們在求連立方程式的方法 差別非常大 一個 充滿創意 一個就是要學很多數學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們應該會覺得充滿創意比較簡單吧 對不對 應該大家都會同意我的說法吧 好 那我現在就是基本上 MCMC這一套邏輯我就已經教完了 那這一套邏輯啊 這真的是很好用 可是有個缺點 就是 那是他本質上的缺點 因為他是閉著眼睛走路的 他是閉著眼睛走路 我每一次我的下一步永遠都是隨機決定的 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我效率就必然低啊 對不對 那我如何把眼睛打開咧 我至少要觀察觀察周圍的空間吧 對不對 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那我要怎麼獲取周圍的資訊 我看不到太遠的 我沒有辦法用 像衛星這樣照下來 但是我看我周圍的區域 我可以看什麼 我可以看邪律 我可以看邪律嘛對不對 邪律是什麼 又要用到微分了真討厭對不對 可是我也可以沿著邪律走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現在明明就知道 邪律是正的 我先不管他的邪律大小 我現在明明知道邪律是正的 那我就知道往束線的右邊走 是往上 往束線的左邊走就是往下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假設我可以知道邪律 假設我可以知道邪律 那我走的效率就會高非常非常多 這樣懂我意思 那邪律好不好求 邪律其實不難求 不難求的前提是 你對編尾律非常的熟練 對不對 我看到有人在笑啦 因為我記得我上上節課的時候 有問那個時候有來上課的人問說 你們覺得編尾律比較簡單 還是解連理方程比較簡單 我記得所有人都回答我 解連理方程比較簡單 但實際上編尾律比較簡單 解連理方程 那是因為你們沒有解過真正複雜的連理方程 如果那個連理方程有100萬項 這個絕對解到你 絕對不可能解 因為沒有什麼 方法可以好好有效率的去解這個東西 但編尾律有喔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要教大家一個新的方法 叫T度下降法 T度下降法 T度下降法 我這邊居然沒有他的英文名字 T度下降法的英文名字叫Gradient Gradient 這個就是這個 Decrease 或者Decay都可以的 就Method 這樣子 Gradient 重點是那個Gradient Gradient Gradient就是T度的意思 Gradient T度 T度是什麼呢 T度其實就是斜率 但是啊 就是 T度講的是 多維的斜率組合成的一個東西 它什麼意思呢 就是假設你的 你那個就是你的這個 我上上一節課的時候 有跟大家強調偏微分跟微分的差別 為什麼兩個變數以上 就要叫偏微分 一個變數就叫微分 三個變數也叫偏微分喔 好這個 來一樣也給大家加分 來有沒有人要 幫我解釋的 為什麼 為什麼多 兩個變數以上就要偏微分 它跟一個變數的有什麼不一樣 哇沒有 來來來學長 就是他 他自己自己說 變數為分 比較變數 所以 就是 偏向模擬的變數 你講的也沒有什麼不對啦 你講的也沒什麼不對 可是 那個本質上的差異 我上課的時候有講 我記得你也聽得很清楚啊 可是你忘記了 我再重新 描述一下 兩個變數以上 跟一個變數有什麼差別 一個變數的時候 斜率是非常確定的 因為你只有一個軸 斜率就是切線斜率 所以導函數求出來就是切線斜率 可是當你有兩個變數 兩個變數以上的時候 那是不是 你在你的函數空間那邊 XY然後去對一個 Output 然後我們叫它Z好了 那你現在叫切線嗎 你沒有切線的 你叫切面 切面 這樣懂我意思吧 請問一下你切面的斜率 你到底是用0度角 1度角 2度角 還是312度角 每一個方向是不是都有一條線 對不對 它的斜率會一樣嗎 可能不會一樣 這樣懂我意思吧 可能不會一樣 所以你在求偏微分 你在做這個操作 就固定一個變數 在求另外一個變數的微分的時候 你得到的其實是 0度跟90度的切線斜率 你得到的並不是一個完整的評估 這個事情很關鍵喔 等一下 我們再講 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我等一下一定會問一個問題 大概半個小時之後 如果沒有問這個問題的話 那個助教要提醒我 就是我要問大家T度下降法 有什麼缺點 缺點就在這裡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那為什麼他在T度呢 你把多個斜率 組成的那個向量 比如說你現在知道 我在當下這個點 我的 往X軸的 X軸的導函數 算出來X軸的斜率 是正3 Y軸的斜率是-2 這個正3跟-2 所組成的這個 就是他 這個算是一個向量嘛對不對 這就叫T度 可是他不是斜率 你們感受出來他不是斜率 因為你現在有一個 你現在有一個 你現在有一個 就是你不然想像你在七星山山頂上 每一個角度 每一個往下走下去的角度 他可能斜率都不一樣 這樣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在七星山山頂下 你往東走 他可能往下一度是45度角 那你往西走 他可能是 30度角 你往北可能是20度角對吧 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他的切線斜率可能都不一樣 那你用X軸的切線斜率和Y軸的切線斜率 組合出來 你當然可以算出一個什麼3-2 或者是-8-3之類的數字對不對 這個組合叫T度 這樣懂我意思齁 好 那為什麼引入這個新的重要名詞 這個沒有那麼重要了好不好 我只想告訴你們是 我們現在在做的是T度現象法 他本質上是斜率 好 只是超過兩個軸以後 沒有辦法定義斜率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現在要 理解 我們現在就直接 就是我現在講這些數學第一半天齁 只是要理解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所以我要帶大家操作 我們現在想要求解這個 方程式的極值 這個方程式是X平方加2X加1 他的極值是多少 他的極值一眼就看出來了 是-1對吧 -1是有他的極值對不對 好 你的求解過程實際上會怎麼樣呢 先對他求導彈數 X的導彈數 你可以得到2X加2 2X加2等於0的地方 就是極值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好 那他-1就是極值嘛對不對 好我現在想要告訴你們的是 當你想要求導彈數等於0 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實際上就在解 解這種叫 這個可能不叫連立 但是就是在求方程式 就是你要利用等量功力等工具 去求方程式嘛對不對 那式子如果多了 假如說你有5個位之數 那你就要解5 你就要5次 就是你等於5條式子的連立方程式嘛 對不對 就會比較複雜 這個方程式就會比較難解 那求連立方式其實是一個很麻煩的過程 所以但是求切線斜率 我現在沒有等於0 我就是說 這個這個就是X等於3的時候 他的切線斜率是8 這樣可以接受吧 X等於5的時候他的切線斜率是12 這個導彈數的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好現在你想要求這個式子的極值 然後我現在要睜開我的眼睛 要看看我周圍的環境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有一個導函數的方程式 就可以幫助我們去觀察周圍的環境 來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哦 這個是用微分球的方法啦 我們現在不管 好來 最開始的時候 我先給你丟一個隨機起始值 好是10 一拍0的時候 你的位置是10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我們來定義一個T度下降法的公式 X的下一步 就X1 一拍T 等於X一拍T-1 減掉LOR LOR是一個學習率 你在MCMC 這個這個方法跟MCMC是完全不一樣的 MCMC不需要求導函數對不對 可是在這裡我要求導函數哦 這個LOR就很像MCMC的步伐大小 那我這邊隨便先定個數字 覺得說0.05 乘上 把X 這個X的導函數帶入上一代的X 那這是不是得到它的斜率 好減掉斜率 減掉一個 常數乘上斜率的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斜率為正 那我就要往左走 斜率為負 我就要往右走 對吧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斜率為正往左走代表的是 我既然知道往右走會往上 那我當然就要往左走啊 斜率為負 往右走意思就是 我既然知道 斜率為負 往右走代表我往右就往下 對不對 那我就要往右走 所以它就是一直往 斜率的反方向走 這樣可以了解吧 我們來試一下 它的導函數是2X加2對吧 剛剛那個函數的導函數2X加2 第一代是10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把它帶進來 看著這個方程式喔 第一代的X等於第0代的X 減掉LR乘上 把第0代的X 帶進剛剛那個導函數裡面 好等於什麼呢 10 因為第一代是10 第0代是10嘛 10減掉LR乘上 帶進10進去 那等於什麼呢 這個導函數就是2X加2對吧 所以 第0代是10 第一代是8.9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那第二代是什麼呢 第二代的值 是不是第一代的值 減掉LR乘上 把第一代的值 帶進那個導函數裡面 可以接受啊 啊怎麼算呢 來一樣 8.9 剛剛是8.9啊 剛剛我們算出來的8.9 8.9減掉LR乘上 把它帶進去 LR是0.05 那2乘以8.9加2 欸7.91對吧 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 第三代咧 7.91減掉0.891 第四代咧 6.217 第五代咧 5.495 到了第五現代的時候 當然你不可能真的做無限 你就會到負1 你到負1的時候 你還動得了嗎 負1 減掉0.05乘上2乘以負1加2 欸後面就是0 所以到負1你就永遠動不了 那你很接近負1的時候 你就會動得非常緩慢 因為後面這個數字會很小 這樣動用意思吧 欸 這個就是T度下降法 好 所以你有理解T度下降法的過程嗎 沿著斜率的反方向走 那前提是跟MCMC最大的不同是 我要知道斜率 我要知道斜率 我必須求倒函數 他給我的好處就是 畢竟我就眼睛睜開了 我知道周圍的環境長什麼樣子 但缺點就是 你要求倒函數 你要求倒函數 這句話暗示的是 你的方程式 要是可以微分的 就算不考慮你的數學能力 但是你的方程式 是要可以微分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他才可以 用T度下降法解 我們把 我們用R元來完成這個過程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Original Function是X平方 Differential Function是2乘X X平方的Differential Function是2乘X 對不對 起始值是5 Learning Rate是0.1 我要做1000代 每一代 上一代的X 減掉Learning Rate乘上 把上一代的X 帶進Differential Function之後 我就會得到下一代的X 這樣可以接受吧 他的這個過程 是不是 跟剛剛MCMC比起來 程式是不是簡單很多 當然前提是你要求得出導函數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 10的-97次方 X確實很接近0對不對 好 現在有沒有人隨便要喊出一個 我們覺得要說 3 乘以X的平方 加上4 乘以X 加2 他的導函數是多少 6X 加4 可以接受吧 我們來看這個函數的 這個數字的 方程式的極值在哪裡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0.66667 -2 2% 是正確答案嗎 你們可以算算看 應該是啦 好不好我就不算 好所以這樣你們了解T2下降法 是在做什麼事了吧 有沒有人有問題的 T2下降法很重要喔 如果你們今天要問我說 MCMC跟T2下降法哪一個比較重要 我要告訴你們是T2下降法比較重要 因為 MCMC效率不佳 那T2下降法效率好很多嘛 在效率面前數學不是問題 反正有人解的出來就好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就只要照抄就好啦 你有必要 你有必要再解一次嗎 所以T2下降法真的很重要 你們現在 另外我當然我現在在教的是非常基礎的東西啦 但是你們 你們現在在媒體上聽到什麼Deep Learning啊 神經網路啊 他的求解方法就是用T2下降法 所以他很重要喔 T2下降法 我們之後所有的方程式 我們之後所有的方程式喔 就是從下一節課開始教的所有方法 我幾乎都會用T2下降法先解一遍 然後再用其他的方法去解他 如果他有其他方法的話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可以齁 所以T2下降法非常重要 你們一定要理解他的邏輯喔 MCMC聽不懂邏輯就算了 T2下降法一定要理解 好你會發現 整個T2下降法裡面有一個關鍵參數 Rending Rate 這個Rending Rate 如果調的太 假如說調成0.96 他的步伐移動軌跡就會長這個樣子 如果調成1.02 你會發現他甚至在往0以外 就是他會離0越來越遠 這樣懂我意思嗎 Rending Rate是一個很重要的參數 設的太大無法收斂 設的太小幅度又慢 所以說 這是一個要去試出來的數字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很重要喔 你們在之後 就是會慢慢的接觸到 越來越多機器學習的算法 你們馬上就會發現 調參數這件事情很重要 而就是同一個算法 我用不同的參數下去 他出來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他出來的結果是不一樣 所以我一定是要試出一組參數 讓我的Model Performance是最好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就終於學到梯度下降法來解 那我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剛剛那是梯度下降法的基本原理 那我現在要帶大家來解這個 就是雙變數的梯度下降法 那雙變數的梯度下降法 那方程式可以寫成4a-4a-b-2b-5 那配方法當然可以求解 你會知道0.5跟1的時候是最小子 這樣可以了解吧 可是我們要怎麼求梯度下降法 來 對這個函數求a的偏導函數 等於8a-4 這可以接受吧 這裡都有常數都不管它 8a-4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如果是b咧 這裡只需要考慮這裡 2b-2 所以我們得到兩個偏導函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兩個偏導函數我們 再一次使用梯度下降法的公式 我們可以定義成這個樣子 跟剛剛唯一不同的地方是 現在我的方程式有兩個 因為我有兩個變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注意這個時候我的這一組加這一組 舉例來說我在 A等於0 B等於0的時候 我算出來的斜率是不是-4-2 這就是梯度 這個-4-2這一組向量就可以叫做梯度 gradient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但它不是真的斜率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夠理解我現在講這句話 它不是斜率 因為你現在是一個面 斜率講的好像一副你360度 斜率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每移動一個單位 每往右一個單位 這個上升多少 每往右一個單位 不是往左 是往右喔 斜率的定義是這個 這樣可以吧 那你今天 你今天從竖線 變成一個面的時候 你的右是什麼 你就沒有右這個概念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 你只能說A的是你在A軸移動一個單位 你在B軸移動一個單位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但是 實際上你不可能用這兩個軸 就描述 完全 你就有辦法完全的描述 那整個面的狀況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現在一直在講這個東西 就是要跟你講為什麼會有個新的TEN 這樣懂我意思喔 那無論如何我還是可以拿來做使用 反正它就是 下一代等於上一代減掉LOR乘上 把上代的參數 這個 丟進這個導函數裡面 注意是兩個都要丟喔 不是只丟一個喔 注意這個FUNCTION是AB 兩個都要丟入這個導函數裡面喔 這樣懂只是剛剛好 今天這一個導函數裡面沒有B 剛剛好沒有B而已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00起始 第一代咧0 0-0.1乘上8乘0-4 變0.4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來0-0.1乘上2乘0.0-2 變0.2 依此類推 你就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這樣知道 偏尾分的T度下降法是怎麼做的嗎 好你應該可以理解了吧 對不對 好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話 我們來試著用T度下降法求解線性回歸 線性回歸的 導函數偏導函數 我們關鍵我們是要利用這一個 試子對不對 你利用這個T度下降法前提是 你要先對LOSFUNCTION求出他的偏導函數 解在哪裡 來在這裡 我已經幫你解完了 這個我第四課已經解過了 這樣可以吧 但現在我不要求連立方程式了 我希望你 隨機的起始值一個式 結果00開始 然後你的下一代就等於0 減掉LR乘上 你把它帶進去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為了怕你看不懂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看起來複雜 我已經幫你寫好了你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你只要把B0跟B1帶進去 你就可以得到當下的B0的協率 當下B1的協率 你試著 試著把這個方法改成 改成這個方法好不好 那我會花一些 就是反正就讓你們去做做看好不好 那我這邊 先把時間給你們 但是這一題啊 我希望大家做得出來 你們應該是有機會做出來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應該是有機會做出來 只要你們理解前面的過程 即使你們不太會寫語法 應該都做得出來 因為幾乎不用改 好那我現在把時間還給你們 好來大家看一下這一題啊 這個 我們我們就是照著這個 這個下來就可以了 呃我們 我們照著這個下來 但是我們前面的Differential Function要改掉 然後我們要改成 我們要改成這裡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然後我們可以把 startValue改0 然後 result 改x result b0 result b1 然後我們這裡可以改成這個 就是 i的1的時候 startB0 跟b1 通通改成 startValue 然後接著 這裡可以改 b0 b0 denrate differential Function b0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然後 你需要填入上一代的b0 跟上一代的b1 對不對 那就是 i-1的b0 然後跟 i-1的b1 好依此類推 你這裡只要複製 然後過來把這邊 b1 改成b1 b0 改成b1 這裡這樣 這樣就可以解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好你會發現 b1的最後 它是不是0.9 0.101 好 b0的最後勒 5.3 好這其實就是 這其實就是標準答案 你用信心回歸的函數與解釋一樣 它實際上就是 在這邊有函數圖形 它實際上就是 沿著斜率這樣跑 然後就一路到了這裡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這個T2線量法 你看它其實 改變其實 很小對不對 整個邏輯是一樣 都永遠是 上一代的值 減掉LOR乘上 把上一代的值 帶進Differential Function以後 然後變成下一代的值 就依此類推就下去了 好 我們今天上課 基本上都上到這裡 那 我們現在就是 你整個流程 你應該可以了解 先定義預測函數 再決定損失函數 預測函數 怎麼定呢 預測函數需要就是 我們還要教很多個預測函數 我們之後的重點 幾乎都會著重在預測函數 再教大家更多種預測函數 我們希望它足夠複雜 複雜到有能力你和任意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損失函數我上一節課教了 我們希望定的合理 那今天我教你們解法 所以這整套完整邏輯已經 基礎建設已經建構了 所以下一節課開始 我就可以教大家方法 最數學複雜的地方我已經教完了 好那我們今天的最後我要教大家 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請大家發表一下 去舉手發表 就是 踢圖下向法有什麼問題 來有沒有讓他舉手的啊 來學長講一下 踢圖下向法是一節熟練 一節熟練 所以他是 在 曲面上 他是用一個 切面去找 那個 七度最大的去 去走 可是 他 沒有考量 如果可以用二節熟練的話 他只能可以找到 七度最大 他還可以找到 下一步 就是 你往下走那一步之後 幾度還會會幾度這麼大 好 這樣效率可以再增加 很好 來我們來舉手一下 同學聽得懂他講 後來舉手 沒有聽不懂 真的都聽不懂嗎 好沒關係 我幫他翻譯一下好不好 他剛剛想講的 事情就是效率不好 效率還可以再更高 這樣子 我想 我想他可能想要講的是什麼 牛頓把之類 你是剛上網查的 是不是啊 因為 你不是有講說 他現在 可能 沒有一個 不是用面 他面可能會切錯 好好 你剛剛上網查了 是不是 沒關係 我覺得也很好 還是給他加一分 這個我都 劇透了 你要上網查也不錯 他剛剛想要講的事情 是說 還可以再找到比 提度下降法 更好的 更快的 效率更高的方法 沒有錯 他講的是對 但是啊 他想要講的是 用二階導函數去求解 可是問題是 二階導函數的這個方法 他有個缺陷 就是他有個limitation 就是 那你的函數就必須是二階可為 就不可以只是一階可為 好 很大部分 大部分的統計方法 就是 只要他是線性 方程式 就是前面這裡 他是線性 線性的函數 就是不要有什麼太多 什麼 什麼這個 什麼平方啊 什麼都是線性的 他們大部分都是二階可為的 所以都可以用 但是 那個 但是如果之後 這個東西變複雜了之後 二階可為會變十二望 所以目前大家都是用 就是目前的這個 深度神經網路 是用T度下降法 效率稍差 但是至少可以解 好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好問題啦 就效率不夠 還有沒有人要講缺點的 來 再講 來 請講 所以說 大概那個 局部集職問題 是不是 好 還有他的韓性的限制 要一階可為 對 好 這個 這也都是問題啦 好 還有沒有第三個人要講缺點的 來 這兩個都是問題都可以加分 還有沒有人要講的 好 來請講 一開始他一定走的比較快啊 一開始他一定走的比較快啊 因為T度大嘛對不對 他到B級級的時候 做比較久 B級級的時候做比較久 這不就是你想要的效果嗎 你希望他到了極值就不要動了 因為他斜率變0了 他就不要動了 這不是你想要的效果嗎 應該說作業的問題 他的 可能 可能 會 要做完的時候 變成 變成他 好 這個 我聽不太懂你在講什麼 但是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就是 你到了最後 就是 你也知道他斜率是0了 所以他動不了 對不對 那你可以停下他 你可以不要讓他動 反而是MCMC 在做的時候 或者是其他方法在做的時候 你可能還要再試一下 就說確定一下 他真的是在每一個角度 每個周圍每個角度 真的都不會再 真的都不會再往上了嗎 或不會再往下了嗎 才能停 這個T度下降法好像 這個方法也不見得是優點 不過你還是可以加分啦 好不好 好我今天要跟你們講一個 我沒有 我沒有就是 我剛剛有給大家一個提示 就是 請你們想想片尾分的本質 然後再想想T度下降法 到底有什麼缺點 好我要跟你們講 他最大的缺點 你們其實沒有講到 比起MCMC 最大的缺點 其實你們沒有講到 MCMC 在爬山的時候 是360度 不死角的 隨便亂試 對不對 可以理解吧 可是T度下降法 他能夠拿到的資訊是什麼 是T度 不是 如果你只想到一圍的話 他是不會有問題 因為我剛剛已經提示你們關鍵 關鍵在偏微分的那個偏上面 你拿到的只是 X軸的T度跟Y軸的T度 我現在講個很誇張的例子 假設X軸的T度 叫你往下 就是叫你往右邊 Y軸的T度 叫你往那個方向會變小 也就是說你走0度往下 也是0度往下 就是是往下沒有錯 就是0度 就是你往這個 就是你往那個 你主要說你往東邊走是往下 沒有錯 你往北邊走也是往下 可是 你同時這個T度下降法的下一代 你同時是不是要往兩個方向走 就是你又要往 因為你往南 你往東走是往下 往北邊走也是往下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其實是往了這個東北方走 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你其實是走斜的 那有任何人告訴你往斜的是往下嗎 沒有 如果你的地形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突起來的時候 他反而會往上走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你們有聽懂了嗎 可是MZMZ不會有這個問題喔 因為MZMZ他是隨機亂試的啊 他試到發現你往上他就回頭了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 好 這一個是T度下降法最大的問題 我希望大家記住啊 就是當你的函數圖形 奇怪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那T度反而會導引你錯誤的方向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有沒有人有問題的啊 沒有那我們就上到這裡了